之後那個種子跟白米拿這個號碼盤進去領埠 聽到新聞情跟統治大 民眾來到家府中心保理服務處 拜託營業 領出五二隻的雷金 保理小孩當英來生死 出國打拼事業做得很好 特別抱著飛虧高興的心 準備白米、雷金跟馬桑來贊助家庭 盡一些微薄的力量 幫助這些鄉親們 對我們來講是很有意義的 準備美營戶一個小小的紅包一千塊 還有應景的種子 還有一包白米 希望祝福每個家庭 都是過著冬午節要覺得很快樂 阿嬤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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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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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身體健康 但太太親心來跟家府中心 沒有你讓我處到三天發紅不足 你家府中心也準備感謝著 對著當英來生死的儀行 表達親親的感謝 透過這樣生氣 讓這些鄉親 在五日再買來精神 感受到社會溫暖 很感謝啊,因為如果是有一些幫忙 就是這樣也對 一個這麼多也比較好過 幫助我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很快樂 然後也感謝他 一塊一塊肉粽跟一大包白米 雖然不是什麼多貴重的東西 不過因為最近我無聊在一起 要請出當英來這樣 大方關一個生身人數 比起翁尼 還是有減少一些 受到這個物價上漲 或是說 這些經濟 大家都可能會比較 比較不容易的情況的影響 所以說建築的情況是 稍微有一點影響 不過還是 還是會有啦 只是說那種數量 或是說那個人數方面 沒有以往這樣子的 那麼勇業這樣 當英來這次生氣 總共幫助大保理地區 一百多好 收夫做家庭 讓他們感受到愛心 歡喜度過一個快樂的五日子 記者和旗採訪報道